这周是我们场合赛最后一周了吧 我觉得这整个赛季的表现 可能没有去年或者前年那么好吧 打AG时候我们队伍的状态不是很好嘛 所以我们要尽力去调整状态 去准备季后战 上次跟RW交手的时候 队伍还在磨合吧 就是大家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现在我们的磨合率更高了 这一次交手的话 我们是能够赢下的状态 小鳗闪开过去 小鳗闪过来 GZ的被动 S的这边风女 还能不能继续的决战 这边小鳗闪开 我们和RNG都擅长打四保一战术 至于谁打的最好 一下的时候见分晓吧 虽然我们跟RW都有保一DEC的阵容嘛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AD是UZ 所以不需他们 首先是UZ回来了嘛 这个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点嘛 然后他们上野都有轮换嘛 所以就我们要多考虑他们的轮换体系嘛 马上就要季后赛了嘛 我也希望我们队伍可以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季后赛 首先我们就我希望我的队伍不要因为上一场的势力去自责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 就尽量在后面的比赛里面翻开打 三下来也对面又搬了一个奥拉夫 而且 哦 小狗拿出了霞 抢霞了 抢霞了 这个的话就逼到RW 你拿不拿路 加油 现在咱们都凉了 不要加油了 哎呀我现在说了 哎老贼这个位置 很危险 要找几名了 哎呀死死了看就要 哇 这波民怎么跑在那里去赢了一波 猪妹的话是 我们看他怎么过去的 哦 刚才我确实欣赏加油 没注意到这个点 还等 对 还等WCD 等自己WCD 这好阴啊 这还正好是一个就是视野盲区里面 突然冲过来 这是跑不掉的 这一下确实是 还是上半不开 但是这边还是反应 反应一下视野 哎 正好撞到了 这边要打起来了 下路的话是二级打二级 老贼先抬起来 但这边是领先装饰是纪念的 而且Vlog这个位置很尴尬 必须要交散了 如果被抬起来的话 就非常的危险 主要是 我这把船长配合猪妹干可在六级前 确实挺弱的 不像青刚一种英雄 哎 这边要抬了 但是被Killow一个W躲掉 这波打得不错 又再被挂到一个点燃 曾宝就赶过来 猪妹也是一个QR 太远了点 因为这边又在交闪现以后 可以把鸣拉到一个很远的距离 哇 这个其实 但是蛇女赶到 这波很危险 RW的下路双人组能跑吗 再给DW的附定 他把这支招交出来 闪现 主要对方的技能 Killow这边是交闪 但又被拉了过来 闪现再带 带了回来 这样的话 依静 让小狗把自己的大招交出来了 大招闪现交出来以后 RW这边就必须要赶紧留爱 哎呦 漂亮 没了 哇 这一波的话 是涨紧三千左右的一个差距 来 牛头这里想配合猪妹来一波 又来嘛 但又在这边有大呀 真的能杀掉吗 哎呦 骗掉了所有的技能 这边要反打了 一个导弓拉满 Killow这边所有大招的 也扛不住对方的伤害 这边可以陷下老牛 老牛应该是逼死了 被姿态勾回来 哇 小狗这波好自信啊 我的天哪 对 现在就每天吃吃吃走量就行了 这波还下落 这展现就真的是 真的是卖的 哎呦 真的难受啊 导弓拉满 这导弓舒服了 而且也不急 现在W好难打 一学塔也没了 人头线上落后也很大 现在 上路 二连起来 效果这边是没大招的 这波的 但是有队友反对 哎呦 天哪 全是节奏 帽子这边交出自己的闪现 你过来守一下自己的蓝 蓝应该是可以守住的 哇 这还要留一下吗 哎 留过头了 被一个Q技能偷到 但是姿态这波 这波能不能杀 没有被一技能减速到 哎自他这边的选择还挺聪明的 但这个回选能力有点强 我的天哪 这次被都打出来 哇 还好 还行 还行 做的准备不够充分 因为前两天霞的表现刚刚是不太好 对 啊 闪现交流了 这边两边都是交闪 来吧 扎克如果在的话 蛇女也来了 这边蛇女还可以 哎呦 这边反正一波对面了 要吃一个石化 这边要死了 没闪现怎么跑 跑不了了 跑不掉了 小虎拿到一个 击杀 拿到的话上路的防御塔 还好 小兵都被清空了 挺到位的 那上路这里 带不走的话要出事了 上路蹲起来了 这边 small Zay是没有闪的 这边抬 蹲 挡一下走位扭掉 但是伤害 硬灌死了 大杀特杀的悠哉 老牛开始打着 在塔下 应该是可以保住自己的姓名 但是 他们就不理这个老牛了 直接选 非常的整体 又来了 又想动small Zay small Zay这边被摔到 减速到 没了 哇 好难受啊这把马哥 进行一波干 看到了 直接怼到 蛇女 被打出被动 配合维克托的伤害是很足 现在交出闪现 反向一个大招 有 有之前使 过了前 这伤害有点不太够了 完了队友来了 都应该吃不住了 这没有做就打那一套 这边唯一的希望 就是Flawless能为他抢掉这条龙 但是这边阿尼选择直接开 这边有没有机会 阿尼起来 又在这边还有一个倒勾 拉过来 双人路就被抬起来了 老牛老牛的血量 这边挂了点 能死掉吗 都应该 都应该这边一个W 拉到两个人还不错 但是这边被勾到一个 朱妹 朱妹这边被Kata控到 二连控 Flawless这边是倒地了 但说是 对 和人家正面较量 这个 一百血 但他还没成绩啊 这边过来 Kata坐一下 哎呦 直接拉回来 都应该被秒了 这发现已经结束了 已经成为一个碾压局了 这罢了 贼被追到 又是一个一厘米翘 很舒服 牛头 有一定的开团能力 大龙轻松担下来 大龙轻松担下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追击之势 非常舒服 咱们的抓紫乌鸦 乌鸦这边还有个金身 金身开起来 但是回复能力 哎呦 抢救不上来了 好像 哎扎克过来 哇 回上来了 扎克其实赶到 虽然没准备打断了一下 但是这边空的效果 还可以出 姿态拿到一个双杀 这边老子被秒了 这边可能要被移拨了 老子这边交治疗 拉开一下 倒钩的位置 这边是 这里直接要打萌芽草了 没了 这真的是没了 这后面已经各种秀了 差一个超神 小狗用他的霞在这场比赛里面是直接拿到了超神 拿到一个806的完美数据 这场比赛的调整 非常的优秀 现在对于RW来说 这就是一个心态跟士气上面的调整 是的 他们经历这波三连败之后 相信他们的队伍肯定会报道出一些问题 但是对于汤姆来说最重要的是心态一定要稳住 不能说因为这样一个三连败 怀疑自己或者说失去自己本身的一个风格 哎 我觉得对RW来说就是你接下来要做了什么 啊 你四保一你可以打得很好 啊 同时你还有第二套其他的战术 能够让对手文风丧胆的打法 今天整个对 打得有点军心涣散的感觉 军心涣散 真的 因为第二把的话就直接就前两波打完 就真的有点放弃抵抗的感觉 对有一点真的有一点说实话 嗯 第二场比赛在一开始交掉医学 并且在第一波的交战之后 你发现RW就是在苦苦支撑 当他们发现两个人 去杀乌鸦已经杀不掉的时候 真的是内心充满着绝望 就感觉心态崩了 心态崩 真的四个四形式就是心态崩了 心态崩了 其实现在 这样把打的心态真的有点问题 现在对RW来说 他们已经是稳坐东部第二的位置 是的 后面我觉得需要调整的是季后赛 他们是有一轮调整的机会的对吧 他们可以 稍微的总结一下 卡萨尔扎克吧 就这两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惊艳 他确实是一个很全面的打野 而且我觉得扎克 他就打得很聪明 他知道该去哪一路该帮谁 而且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 Flois是一个进攻的实用型打野 也一起 cr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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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